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这一阵子我每天在讲 不要去抢船票 不要去抢机票 不要去抢车票 不要去抢门票 昨天我还在讲不要去抢邮票 我讲了那么多 你们有没有再听 最近天气非常的热 当然有一个东西 一年四季都很适用 我想这个东西 天气很热需要散热 天气转凉需要空调 天气变动需要空调 需要散热 您说对不对 抢了一大堆 这个票那个票 结果发现又搭错车 真的非常的惨 今天全市场 眼睛一直在紧盯 为什么这个族群窜出来了 为什么这个族群窜出来了 原因很简单 我什么票都没有抢 我只坚持经营犯票 我想每个人 对于每一种票 都有不同的需求 但是我始终坚持犯票 天气很热 需要散热 再看到他的兄弟 都被我请出来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今天各位来看一下 潜水艇 还在这里 本来这是一艘大游轮 也是一艘大货轮 也是一艘全世界认识的 大货轮 但是 自从这边出了事情之后 市场好像帮他当气因了 直接悬一个洞 趴在楼下 那么以等幅的距离来量 这似乎不是船的距离 而是形成了潜水艇的距离 那目前看来 这个潜水艇有些的笨重 所以形成了日K60黑 可能不打算浮出海平面 当你看到这张股票的时候 再来想想 如果这个时候你需要呼吸 当然这个东西 一年四季非常的适用 今天好端端的往128去扣管 当然 很多人对于这个船票 真的目前觉得是水深火热 但是 在看到这个车票 哎 何苦吃吃的等呢 等不容易的解套 既然一座山成型 主力 有意要绕跑 他就不会轻易让你跑得掉 从这根怪怪线之后 砰一根下来 再砰第二根下来 反弹了两只 只不过在这个位置 亲爱的投资朋友 很多人搭错车 结果到了不同的路 也不是你想要去的路 当然 对于现在 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买热人股有错吗 有 错 是错在你没有买在这 错在你没有买在这 而你去追到这 追到这 飞鸿 之前那一段 我做了N百段了 后面这一段 我没有缴获 我是用心经营 饭票 今天 这档股票 这根线 技术消息 高档浪高线 什么叫做浪高线 我们在游泳 或是在海洋里面 本来风平浪静的游泳 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突然一个 浪这样 打来 砰 下来 浪一定是这样子 这根线 标准浪高线 而且 它是波段最高的 而且报大量 小心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当中 每天大家都在讲 哦 这种股票 我当然知道 可是这边收了很多 嘘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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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今天一次给你倒下来 很快吧 小心了 当然讲到这个 我难道不了解二极体吗 我难道不了解商机吗 每个人都要缴获在这一段 你这一段在哪一天买 你都没有讨到便宜 结果发现今天措手不及 大阴线崩落 碰 买到这一段的都好 一根线 黏你天长地久 有没有想到小奇兵 有没有想到变色龙 有没有想到Type C 好像我的股票跟别人不一样吧 好 当然 讲到油票 为什么大家都要乱抢票呢 昨天这个油票非常热门 怎么今天直接漏油了 漏油还不打紧哦 哇大阴线崩落 我胖 连昨天糕点都没有过 直接胖下来 我们要买这个油票 刚好车子缺油要灌进去 或是飞机缺油要灌进去 可是大家抢的油票 不晓得你这个油要放哪里 结果只能放它去漏油 不然你看 抢了就没了 说到这一档 还有一档 这档我只能这么形容 昨天去抢这档油票的人 今天吃番薯 嗯 老师油票跟番薯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档股票名字叫 安吉 台语应该叫韩吉 英文叫做sweet potato 这样知道吗 所以呢 昨天抢油票 今天变成吃番薯 不然你来看 哎呦昨天糕点没过胖 一只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些票为什么要乱抢 唉 你先来看 你要一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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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跟你讲 我经营的股票到什么点 我要调节 我把钱收回来 我要再买什么股票 我每天在节目中 都希望大家把这个节目当作连续剧看 因为你们一天没有看 你们接不上去 我什么时候买这些股票 什么时候卖这些股票 我讲的一清二楚 全台湾没有一个分析师像我河山一样 讲的清清楚楚 如果现在 你还有所迟疑 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天气很热 需要散热 这个台词 是我三三发明的 我从以前YouTube 还有广播 到现在 只要讲到散热 我一定会讲这个台词 天气很热 需要散热 今天如何 直接报重了 最高点128 收盘126.5 今天足足涨了7.5元 在今天之前的昨天 我还在讲一遍 大盘没有量 我的股票滚量3.1倍 大脚跑来我家 为什么不去你家 原因很简单 我家风水好 昨天还讲 天气多变也需要散热 3月17天气多变需要散热 3月16天气很热需要散热 3月15天气很热需要散热 这一天 你们为什么把股票全部杀到楼下 拉了这根线反打前三 量价起热 我那天还跟大家讲 杀到这边来跟我自首 结果 日K二连红 大脚都来我家 3月17天气 我说股价上涨 K线收这个黑不打紧 因为量缩 短压在118 小骑兵听到本间K线的昭告 昨天直接爆冲了123 结果 我讲了这句话 千金难买早知道 明日机会在哪里 大脚都来了 钱都进来了 会是假的吗 一大脚新会员全收了 哇128 没有人做这张股票比我还狂 而且我坚持经营这种饭票 亲爱的 一大脚新会员全部扫货 从这边到这边 109.5到128 18.5元 尾数去掉 大家去买零食 10张18万 100张180万 你来看这里导播特写 为什么大脚不去你家 通通跑来我家 因为我说过 我家风水好 因为我说过 我在经营饭票 亲爱的 亲爱的 这个时候 你还要去 浮不出水面 吃刺的等解套 高档浪高线 大阴线崩落 追油票的 漏油 买到这一档的呢 今天吃番薯 安吉 我对任何股票 没有成见 没有意见 但是我始终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 应该没有人可以反驳我吧 无脑操作 珊珊说的 有第二个人说 是复制我 抄袭我的 跟头信 选内知 换当红题材 买强者很强 你要买在还没有爆发钱 不是一直涨 你去追焦强者很强 要买在还没有爆喷之前 买了一直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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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 现在 我希望你的头脑过滤一下 带枪投靠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改变战略 才能够让你反白为生 希望这个时候 新瓶契合 赶快拿起手边的工具 口密 这广告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质幅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每天跟你们讲的 你都不放在心上 最起码 你也要乖 饭票 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 那我跟你讲 我的股票不见得天天爆喷 但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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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叫做一直涨不停嘛 对不对 现在我知道了 你三心又二意 先来看大盘 留上影线的钟长虹 本间K线的关键价 真的很关键 来今天的高点叫15547 这好玩的 对不对 15526说几天了 15526说几天了 昨天 我说这根线 小黑十字星跌32点 人不见 权重跌62点 换句话是中小型的股票在动 对不对 昨天说这个形态叫做量缩整理 关键价还是给各位15526 昨天叫做无功而返 但是明日必须 必须奋力一搏 否则回撤机会大 结果 大盘就听到本间K线的糟糕 今天早上直接爆冲 越过了15526 过了一点点之后 没有力道很强 又把股回来了 你去想想看 这个数字 你解得出来 我是要跟各位说 你来判别大盘的强弱度 今天 过了 没有站稳 明天给大盘 加油 今天收15513 换句话说再补13点 就15526 所以大盘明天 一定要补13点 给我们正式站上这里 今天收这根线 叫做中长红 但是它有部分的上影线 那今天的格局 其实20大排行榜的权重 只有51点 所以其他的中小型的股票 都有在动 这个格局对了 所以 一份有效的讯息 真的很关键 今天这根线 有突破关键价 没有守住 差13点 但是今天这个线 很特殊 今天量真的有出来 导播这里拉近 我先让各位看 这两个记号 前天这根线 是不是量很大 昨天黑K 是不是说起来 今天再放量 等于两根红夹一个黑 再往上拉 两根红夹一个黑 所以今天这个格局 拉回来 叫做两阳夹一阴 这个节目中应该第一次听到吧 两阳夹一阴 今天是非常标准的 如果你要学什么技术分析的 不用去上什么班 这里我解给你听 两阳夹一阴是本间K线里面特殊情况 此次形态很标准 我刚才就让你们看下面的量 跟上面的K线组合 明天如果多头能够继续发球 必定量价又起 这样了解吗 所以明天13点 多头不但要努力 也要还给大盘 还要加倍奉还 所以 明天这个大盘只能自取 如果明天暴冲太快 又要搞破坏 所以希望这个大盘 明天要用智慧出来 今天权重回神 中小已经换主流了 所以不是邮票吗 船票吗 车票吗 哎呦 今天跑到散热了耶 明天正式要占上关键价 15526 买盘量能不请自来 听到这种特殊的形态 有没有觉得很幸福 别的节目听不到 因为大家都在标榜 这只涨那只涨 我没有 我股票怎么样表现 我就跟你们讲 大盘我也很客观的 依照本件中酒的精神 直接跟你们客观来分析 所以 讲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日子 能够过得非常好 每个人来到股市 为了想品质 能够有所改变 生活能够过得更好 想买房子 想买车子 都可以完成 但是 我希望大家每天要吃得好 你才有精神 拿着股市来打拼 我想呢 光奇红小奇兵 今天涨到这个样子 已经很多人佩服三三 能够选到这样的股票 其实我要把这个功劳推给 本间K线 这股票 今天已经涨到 126.5 对不对 那跟着我呢 照着我的承诺 我昨天跟大家讲 明天机会 我说什么 我今天就做什么 那新会员来找我 肯定今天一大早 有收获 那今天直接喷上去了 那光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股价会动 量有出来 这完全正常的 如果股价动 量没进来 那很怪 那如果呢 量进来一大堆是黑的 那更怪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当然我 我手上钱很多 那我今天有 有股票有卖掉的 那当然这张股票呢 我把它哥哥也请出来 散热双兄弟 一个叫小骑兵 一个叫双红 现在有请双红出场 登登登登 10点2分全收了 我发4架单 就在这里发的 这里1加1大于3 什么意思呢 小骑兵弟弟 双红哥哥 再加上3 3 1加1大于3 了解吗 滚量1.8倍功 奇怪哦 大脚都喜欢来我家 不去你家 1.8倍 1.8倍 很简单嘛 这句话也是我常讲的 商机来了 钱财就来 买突破前的 关键买点 本间K线 非常在乎 任何一次的 关键买卖点 我今天一大早在这里 刚刚好 就在前天这里的附近 这边有个关卡 所以今天 我在这边发4加单 结果后来喷出去了 那今天喷出去喷得很有技巧 刚好突破 钱破的高点 180.5 今天最高181 光今天 到这里 哇 12块 自己算 10张12万 100张124万 随便 120万随便 重点是这里 大脚不去 你家天天跑来 我家做什么 我已经讲过N百次了 我家风水好 欢迎光临 如果你不相信 我真的欢迎光临 OK 再来 你要一只吗 哎哟 仓务快耶 对哦 半只涨停 你要一只吗 为什么天天没有你的参与呢 昨天120.5 你在哪里 三月十七 你在哪里 三月十六 一条线 你在哪里 这一天 我说卖到楼下来跟我自首 我说有我在不用怕 谁砍到下面的 有来自首我都有救你 对不对 探底线 没货的赶快补 就从这一天 这一天 大盘 抖来抖去 它永远处在里面 很耐震 我还说数学公式 夫妇得什么来填 那天有公开的 叫做得正 结果昨天呢 我说这根线 拉上去甩下来 只是有人把它跑掉 但是要记得赶快买回来 今天发生什么事了 直接爆充 Type-C全球大商机 K线收红 准备 12.512613.5元 10张13万 100张130万 我都不想算这个 因为算这个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只跟各位说 钱我赚了 你没有赚到 为什么 这个天气很热需要散热 这个变色龙跳的优雅的舞 又涨了 178.5了 然后每天就这样子 跳华尔滋啊 跳恰恰啦 跳倫巴都可以吧 从这里啊 一直接到这里 昨天还讲没有货要补货 今天来导播特写 有没有看到这个啊 连续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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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8颗了 再看到这样子 这种是阻力洗盘吃货的迹象 量能非常的强大 不要看它没有动 172到179.5已经涨了7.5元 它这样也能长哦 那当然啊 所以啊 好好去想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变色龙 好像比较高贵一点 这个参考一下啦 今天我全烧了 你看 我很有霸气 全球第一大电子纸的 阅读气场2.3倍 商机来的钱财就来 明天批创新高 我今天在那边收货 结果大脚又来 明天准备看它越过黑黑高点 讲到这边 我希望大家日子能够过得很好 不然 像这个All you can eat 为什么没有你的餐鱼 明天倒数计时四字头 这个空军定凶赶快回头 如果现在你没有任何的方式 我还是提醒所有的人 饭票很重要 现在欢迎所有的人 代相投靠 这是你唯一一次的机会 只收一个月的费用 服务到年底 请你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Call me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算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